大家好,我是NiP,上级的三级 欢迎三级哥 大家好,我是NiP,打野乐园 欢迎乐园,今天熬战五局 终于拿下了这场对于你们来说非常关键的胜利 此时此刻还是在台上分享一下两位的心情吧 只能说 还好 只能说我们几个人 现在就是脑中的这个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不容易 从他们零干吧到现在 感谢我的队友和教练吧,只能 感谢队友和教练,乐园呢 非常感情,因为打这些到现在 没一波进度嘛 然后今天十个五年第一次一波 今天真的是对于两位来说都是非常 重要的一战,也是证明了自己 那当然了,今天我要首先第一个问条问的是 刚才结束之后看到山姬跟卓哥好像在搂着热凉 那两位当时在说些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028的时候想要进包括赛是 就比较困难的 然后就如果当时028的时候说 我们球赛能力上个B5,然后迎进动 我觉得应该都是我们在中风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做到了 你们做到了,我觉得今天这一场的胜利 以及台下的粉丝对于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就是对NIP你们这个团队最大的认可和肯定 那大家当然也看到了今天山姬在这五场比赛里面都表现得非常好 当然乐言也是啊,那我要问问了最后一把敖战五局的第四十分钟 那最后那一波第六条小龙团非常的关键 那可以看到那一波好像是你的鳄鱼绕后开了一个很好的团很好的先手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一开始本来想踢那个三角草 然后发现他们往三角草靠了 然后我就发现现场有小兵嘛 然后Rookie就是他以我叫R了一下 好像就帮我拉扯分息一下火力 然后他们就没就没可能分不了神来看 你们我有没有踢那里 然后我那位置特别好 就说Rookie那波拉扯得好 然后分息给他们注意力吧 好,这也是大家的默契所在了 那今天呢赢下了这场BO3 也是你们赢下的第三个BO5了 同时呢对于你们来说也是拿到了冒泡赛的资格 那想问问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那刚才山姬是大概分享了一下 但是在这里我更想听小乐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更不一样的一场比赛 赛前如果就是玩野河对局的话 我应该会赢他吧,我真的想 赛前就这么想的觉得如果说野河之间对局一定能赢 那自己的心态就是自信开局对吗 对,因为我就是不管是玩就杰拉呀或者暴女啊 莉莉亚这种英雄我感觉都有机会赢所有打野吧 尤其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有看到Rookie跟卓哥都在采访里面有说到 觉得春季赛的季后赛输给了京东非常的遗憾 那今天你们搬回了这一程那想问问你们在此之前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山姬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春季赛输出的话没关系 夏季赛已经好了 因为夏季赛最关键的 我们拿下来最关键的一次 好,这也是忍者的反击 从现在开始才慢慢进入状态 那要问一下呢 第一局其实BP完之后很多观众都在质疑 你拿着这个狗头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但是你有你的行动你的操作向大家证明了 来,现在告诉我们的观众 你的狗头是怎么样出山的 它究竟有什么作用 因为那局狗头挺好发挥的嘛 然后虽然前面被狗流的惨嘛 自己有点不小心 然后这英雄达到解释的话 只要DDQ中期502 就是他说的话他也玩不了 就W减速挂到他就得死 前期被抓得那么狠 但是你也凭借着自己的表现 让狗头被打上了半位 看到第二把 这个狗头上半位的时候 什么样的心情 我只能说没必要吧 还是对面觉得 还是要给你的狗头一个尊重的 那当然了可以看到来到第三局 两个人都有 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操作 先来问问乐眼好了 就是野区那一波啊 这个三个人 三人陈线 帮你挡子弹的那一波 想问问当时你被击中之后 阵亡之后 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感觉是那个 我们AD体型有点小 没挡到 然后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我 往前走的小步 AD小红buff吧 然后 如果体型大一点的话 应该也能 还好真的 这也怪不到 女枪头上吧 那奎三吉来说一说 刚才你是站在 女枪前面挡的嘛 那当时她被 震亡之后 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是 就我跟女枪都爱也死了 然后我发现 爱也死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她说她自己 不小心往前走的一波 我觉得应该跟各位 正在看我们比赛的观众 当时一样 因为我在后台看到这也是 啊 这怎么打到的 前面两个人都严丝合缝了 没想到就是关键的这一小步啊 不过呢 也无伤大雅 那这把呢第三局 你也是被四班上单嘛 可以看得出来 对方对于你的上单也是非常的害怕的 那想问问 最后拿出的奎桑提呢也是一反强态 原本是扛压的嘛 结果大杀四方 6-1-9 上路有一波很精彩的四包一 结果反杀了对面的飞机 那想问问 当时那一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跟大家发现一下 你的心情和心路历程 就那波 我就有一个点塔了嘛 就那波 我觉得他们是不好点塔塔的 我一个人至少能守三十个吧 然后再不及也能换一个 然后他们那波就给你机会 然后我就R出去了 嗯 好的也是非常的好的一波反应和操作啊 那最后呢再来问问乐盐 好像大家计算了一下 你出场了15个小场 那么一共 没有算错的话 是11次杰拉 那今天五场比赛 五场都使用了杰拉这个英雄 你就这么钟爱杰拉吗 我爱杰拉 你爱杰拉 那想问问 今天你的杰拉表现非常的好 也是带起了节奏 刷也很快 dank的速度也是一绝 那最后都没有上一个班位 你觉得他值不值得一个班位 他们班了也没用啊 我还可以玩暴女啊 哦还有其他的后招等着啊 好所以说下一场比赛 对面的我们要多多注意一下啦 好的我们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再次恭喜深圳NIP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让我们有请其余的三位选手来到舞台上 有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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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